第39題,39題到42題是體組 原子也是可以分割的 原子不可分的古老觀點 這種信念被19世紀末 一個接一個的科學發現打破了 主要是放射性物質 以及電子的發現 英國物理學家湯姆森系統的研究 因極射線的性質 證明因極射線是帶負電的粒子流 並測出這種粒子的核子比 湯姆森進一步斷定這種粒子 是一種帶負電的獨立成分 它是一切原子的組成部分 湯姆森把這種粒子叫做A 閱讀後是回答39到42題 第39題是問 文中的A應該填入什麼 那我們從前面的文章中看到了 這是一種帶負電的獨立成分 它是原子的組成部分 那我們曉得原子的組成當中 帶負電的就是電子 我們前面也教過了J.J.Thomson發現了電子的存在 所以這個A就應該是所謂的電子 所以第39題問我們 文中的A應該填入什麼 我們答案選的是A 電子 的話 我們大家看 然後 我們 我們